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是安姐 很多朋友将买回来的鸡蛋都会放在冰箱里冷藏 那这种做法到底是正确的吗? 很多人都误解了 今天赶紧跟视频起来看看吧 平时买回来的鸡蛋 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放冰箱里保存呢? 很多人到现在都在纠结 首先我们先了解 如果鸡蛋常温保存的话 保存不到几天就容易变质坏掉 那么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放冰箱 但是放冰箱的鸡蛋需不需要清洗呢? 如果不清洗的话 鸡蛋表皮会有大量的细菌 直接放进冰箱会带给其他食物造成污染 所以很多人将买回来的鸡蛋都清洗一下 之后再放在冰箱里 但是这是错误的做法 因为鸡蛋洗过后 它的存放时间会大大缩短 原来鸡蛋表皮最外一层是保护膜 它可以阻止外界的细菌进入鸡蛋内部 如果这个外层的保护膜被清洗掉 那么细菌是更容易通过气孔进入鸡蛋 使鸡蛋变质的时间加快 那么我们该如何的保存鸡蛋呢? 其实放冰箱我们也是有方法的 下面就分享给大家 第一,鸡蛋清洁 鸡蛋放入冰箱前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鸡蛋的表面有很多的脏东西 我们可以用这个半湿的抹布去擦拭污垢 千万不要用水去清洗 第二就是摆放的位置 我们将鸡蛋放在一个筐内 把鸡蛋的大头朝上 小头朝下 一定要竖着像这样摆放着 用这个方法呢 鸡蛋保存的时间会更长 但是要注意的是 鸡蛋和肉类食物要分开存放 第三,保存时间 鸡蛋存在冰箱里的时间大概是一个月左右 如果放再长时间的话 那么鸡蛋里面的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降低很多 让鸡蛋变得不新鲜 而且超过这个时间呀 鸡蛋有可能会变质 所以大家买回来的鸡蛋尽快将它吃完 这样才能保留它最大的营养哦 第四,保存鸡蛋的时候 我们不要直接放进冰箱 清洁后我们最好在这个鸡蛋上铺一层保鲜膜 这样就可以使鸡蛋与外界隔离 也不怕鸡蛋上面的脏东西污染到其他的食物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保存鸡蛋的小常识 大家有所了解了吗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